若是相妙离 真 真真菩提 这叫成真究 成真究 等究菩萨成佛陆 释迦世实现 前面说过 法化经常说 九元切他就成佛陆 他这是舞台表演 做出 八相成道的样子 给我们看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细心观察 体会学习 我们应该 遇到什么事情 知道怎么处理 戒定会是根本法 那下面说 真究 如来之设置 真是智慧 故成佛也成真究 最真究 从写佛觉之 无上 圆满 究竟 这是特别尊敬 特别的敬仰 用这些话来说 像释迦佛里的相提 得 无上 真正之道 为 罪 争 证据 那 慧苏 日本族诗说的 决志 中 为 罪 这罪的意思 最真究 古云 成最真究 也就是 究竟的真究 圆满的真究 成 最真究 就是 究竟 成佛 真的究竟圆满 是这个意思 我们想 臣服 那要不得 微妙法 不行的 微妙法 还有第二种 那就是 幸运 吃民 四个字 本经里面 所讲八个字 八个字 浓缩成四个字 八个字是 发菩提心 一向 专业 欧耶大师 告诉过 真心 切悦 就是 无上 菩提心 所以用 幸运 两个字 就行了 幸运 吃民 吃民 就是 一向 专业 把八个字 浓缩成四个字 幸运 吃民 求生 浸土 臣 罪 真 求 到极乐世界 别的地方 难 到极乐世界 容易 那么 微妙法 就是 这减土法门 幸运 持民 之法 幸运 持民 肯定 帮助我们 一生 圆满 臣服 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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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